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继续讲 怎样是五线谱系列讲座的19讲 平行大小调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平行大小调 那么在这个平行大小调里面 我们现在看到谱面上的这个力 谱力我们可以看到 我用蓝颜色的来表示大调 用黑颜色的来表示小调 大家看蓝颜色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个音都是同一个音的 大家看到 都开始到都结束 这个是大调 从拉开始到拉就是小调 所以讲它平行了 这两个基本上没有区别 一个是在先出来 一个是后结束 好 从下面这个例子 我们也看到 这是为什么叫做平行的呢 因为它们两个之间 永远不会走在一起 都是三度三度三度的 向上来 永远是平行的 那么说它们调之间相隔是三度 平行大小调呢 平行大小调呢 我们要 这个掌握三个概念 我们就掌握了这个平行大小调 第一个呢 就是说平行大小调等于 是平行的大小 是平行的大小音间 这是第一个概念 大家可以看到 第二个概念呢 是平行大小调呢 是产生在一个调号上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调号 是没有升号 也没有降号 那么就是说 这个调号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C大调 同样在这个调上面 我们也可能产生A小调 这个是第二个概念 产生A小调 我们就从L开始 结束到L上面 如果是从C都开始 到另外一个ABC的C 上面结束 就是D到D 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大调 关于大小调的那个怎么样分别呢 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 今天在这就不加 不多加那个了 描述了 第三点 这个平行大小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它们之间相隔永远是三度 这个都是主音 这个那是主音 大调的主音和小调的主音 摆在一起 又是相隔三度 你看看 三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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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明确的这三个概念 我们就掌握了什么叫做平行大小调 那么说如果是说我们今后还会讲到 在一个升号的情况下 它的平行大小调是什么 在一个降号下 它的平行大小调是什么 在五个升降号 五个升号或者五个降号的情况下 它们的平行大小调是什么样的 掌握了这一点 就是三度关系 我们就能够很好的理解平行大小调之间的关系 好 今天关于平行大小调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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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